凡是临到这绿色雨水的人都活不过一小时 虽然世界排名第五的厨师尤塔知道解读方法 可由于临到雨的人达到了五亿之多 哪怕他知道制作方法 在一小时内也无法做出那么多的解药 就在这个时候解奶婆婆感到 他可是妥妥的世界第一厨师 有了他的加入制作的数量势必大幅增加 同时到达这里的大厨们还有很多 全部都是世界知名的顶级大厨 比如排名第十五位的千柳 地下料理界的王者莱布贝亚拉 这家伙被阿鲁他们打服之后就改邪归正了 而除了他们两位还有几个高手一起到达 世界排名第四的马达拉大厨 第二十二位的卢尔布师傅 还有排在第三十一位的绝美少福兵筑妈妈 第十位的麻省理工的食堂大妈景阿姨 这些人平时哪怕是想见到一位 都是非常困难的 为此小松感觉自己就像是做梦一样 而通知他们赶来的正是这名黑衣人约翰 他利用一个的信息通知了在附近的大厨们 如今四大天王们正在和四寿搏命 而他们厨师能做的就是尽快制作出解毒碗 将那五亿人类救下来 他们马上开始行动 先是尤塔动手亲自演示了解毒料理的制作 只见他的双手打开后 一个紫色的美丽圆球出现 周围还散发着点点星光 他名叫药膳年糕 他之所以可以解开绿色毒与的毒 原理很简单 这种药膳年糕通体为紫色 可以将绿色毒素中和掉最后变成无毒 一般毒素分为十二种颜色 绿雨的颜色最接近黄绿色 而药膳年糕正是对应的紫色 两者结合之后自然就会抵消掉毒素 听到这里小松已经干尽十足 他要马上行动起来制作解药 做完后他准备去五八同城找分好工作 但一边的卢尔布大师泼了冷水 因为他知道就算是有眼前这些高手在 期间包括制作的时间以及配送的时间 就算再快也不可能完成五亿人所需要的分量 锦阿姨预估了一下 他们这些人估计最多只能做出五千万的分量 小松想着那么通过增加一些人手不就行了吗 但尤塔说你不想想 为什么在这里的都是大厨 因为这药膳年糕是特殊食材 并不是一般的厨师可以完成的 想要做出那种颜色的年糕 不管是从食材的配比和时间的把控 又或者试导弄的次数 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 哪怕是相差一点点都无法完成 这也导致了制作人数上非常的有限 约翰这时走了过来 如今也只能从五亿人中选出能够吃下解药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十个只能活下来一个 小松不敢相信会造成这样的局面 而现在还有好多人正临着绿雨 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是怎么样的结局 这一切对于小松来说他接受不了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那么多人死去 黑衣人告诉他们时间已经不多了 多少就就多少 这时小松突然对大家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出一种 让一般厨师也可以简单制作解药的方法 如此一来就可以将人手迅速扩大 在短时间内就能制作出大量的解药 但想这么做却难如登天 要不然由他早就让普通厨师开始制作了 这一刻他请求大家给他十五分钟的时间 但他马上又改口说只要十分钟就行了 因为他知道时间现在是多么的宝贵 而他现在就是要赌一把 同时他请求在他简化方法的时候 大家可以召集到手底下可以用到的厨师 所有人都被小松的决心给震惊了 他竟然已经召集好了他集团下属的所有厨师 不愧还是老江比较辣呀 他让小松放心大胆的去干 但现在的问题是好像剩下的时间不多 而这时来部叫出了一个人 这家伙是排名世界第十九位的泰兰 他是毒料理的专家 毒料理这块他说第三没人敢说第二 他说自己虽然不能马上解毒 但如果说让毒延缓发作还是可以做到的 最多可以让发作时间延后到三小时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泰兰和小松的表演了